由于离岛医疗量能比不上本岛 在近期以来 各界捐赠防疫装备陆续运抵到位 让第一线医护警销人员 能安心执行防疫工作 今天上午艺人贾永杰 郭董夫人真心盈 委托澎湖休闲前店 导澳七七负责人叶生宏 带来医疗物资 有连续性波形二氧化碳侦测器一台 电子喉头镜 隔离衣五箱等 一早来到三军总医院彭湖分院 由院长施宇龙亲自接受 这批艺人赠送的医疗物资 对这些物资是我跟我朋友这样子募过 然后还有江永杰小姐 但是他这边的捐助人 是谁他到现在也不跟我 但是因为我们都是 互相都是野素的好友 所以应该也大概知道是谁捐的 但是既然他不讲 他不愿意透露 对对所以我也就不讲 为善服役人资 但是确定是他 这个喉头镜跟这五箱隔离 这确定是他这边他去募集的 这支电子影像喉头镜 这支电子影像喉头镜 对我们医生来讲是有很好的帮助 因为有时候在紧急插管的时候 就需要靠这个类似有点电子的内容 插进去 插进去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插管的位置 而且对于这个医生来操作会更为顺手 也不会说对病人造成伤害 伤害 这边有一些消耗品 我们的消耗品都帮你们有准备 也是这机器的消耗品 活头镜的消耗品 对对对 都在这里面 这台应该是没有什么消耗品 应该就是走这样子的 对这就是我们那个测二氧化碳那个 EMMA 对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热门 所以很多台湾搞不好都买不到 对 现在就是那个针对那个二氧化碳的波形 连续型的波形的政策 对 这个其实对我们插管的病人也蛮实用 这就是测那个二氧化碳的波形 一般我们都想说氧气很重要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插管的位置 对不对 还有看他那个我们有时候 病人会做那个CPR的时候 看那个CPR的效果 其实对这个用这个机器来看 是非常非常好的 隔离衣五箱是由郭董夫人 曾兴盈赠送 连续性波形二氧化碳侦测器一台 是由澎湖休闲前店 导澳七七负责人叶申宏 发动朋友募捐的 其他是电子喉头镜 由艺人贾永杰赠送澎湖 这些善举也让澎湖医疗能量 再度提升许多 一开始当然 我是觉得 我们捐赠物资要给这种医院 我们是要去问前线的人 他们到底是需要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澎湖需要的东西 可能跟台湾一定会比较不一样 这肯定的 因为最起码我们澎湖 它不算是在重灾区 所以相对的 一些比较能够 比如说马上能够去救到命 或者帮助到医生护士的一些医療用品 可能会比较不会像台湾这么的缺 这事实 因为我们澎湖好像只有武力过之后 都已经加零了嘛 台湾的话是比较重症 尤其现在在双北 是郭董的太太吗 郭董太太 曾小姐 我想她是一个大善人 她在台湾也帮很多医院 跟那个甲小姐 甲女士也是针券了很多这个 那我们澎湖其实 在目前的这个医疗 其实我们也获得很多各方热心人士的赞助 包括我们也从总院 获得那个一般大家所称的救命神器 就是HFNC 那另外还有就是那个PAPR 就是我们针对那些 第一线的护理人员 医事人员 我们她有那个自动抽气式的那种装备 对我们来医疗来讲 真的是如虎天鱼一般 我相信对我们医疗 澎湖的医疗来讲 让大家相信 对我们那个在地化医疗 应该会更有信心 另外除了赠送三种分院医疗物之外 澎湖休闲前店 导澳七七负责人 叶申宏也转往澎湖医院 轻送医疗物资 电子喉头镜 隔离衣五箱及清淨机 也由澎湖医院院长 匡胜杰亲自接受这批物资 对于这些医疗物资 也会善加利用 来帮助澎湖医疗防疫能量 叶片主要是还是放在这边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不用直接 用目视直接看病人的 那个烟喉跟那个会烟的地方 我们就直接经过这个荧幕 就避免直接飞沫的一个碰见到 医护人员的脸上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是对医护人员保护来讲 其实是蛮不错的一个工具 有我们这个社会大众的乡庭 我们的医护同仁会 第一个更有信心 会在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底下 来执行我们应该要执行的防疫的任务 尤其是最近我们的乡亲 这个打疫苗非常非常的踊跃 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 会觉得非常的温暖 我们会觉得说 真的我们是不孤单的 有我们全岛的民众 全台湾的民众站在一起 真的是这个是我们非常大的福气 非常谢谢 台湾五月中进入疫情三级警戒 艺人贾永杰从六月开始送防疫餐 有救命神器之称的高流量氧气鼻导管全配系统 呼吸器等到处奔波 他在脸书首度介绍 最美神队友曾心盈 且表示两人各司其职 互相分工合作 赠送防护医 隔离医 电子喉头镜等医疗物资到全台各地医院 今天上午这批医疗器材和隔离医 也到澎湖两家医院 做爱心不忘离岛 并赠送重要的医疗物资 让离岛第一线医护人员更有保障 提升照护品质 盼望对病患有更好的医疗品质 同岛一命感恩他们的善举 记者 王海龙报道